大家好 我是生活在多伦多的全职地产经纪人Simon 今天的视频给大家介绍的就是Simon 代理的一个双车库独立屋的一个出租的listing 这个listing呢 叫价呢 是每个月租金是5000块钱 它的房子的位置位于望时Patterson的新贵小区 Upperwest side 之前也给大家介绍过这个小区其他的房子 本来是在上盘那天就给大家准备拍一个视频的结果呢 这个我们刚上市 好 一天大概了三个小时以后 我们就收到一份这个报价 而且是全价5000块钱 最后这个房子已经出租了很快 大概就是两天 那个我们就把这个合同做完了 好的 现在Simon就用视频带大家看一看 这个6500尺的豪宅究竟长得什么样 我们下期再见 3500尺的豪宅究竟长得什么样的 我们下期再见 好 谢谢你 我们下期再见 好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些墙线还有这个包裹的木的casing 这都是全部是加厚的 重新做过还做了吊顶和cove light 大家看到这个餐厅的这个吊灯呢 和刚刚进门的吊灯是同一个系列的 好这边呢进门的其实右边呢 它有一个这个客厅 living room 一个开场的 和这边都是连通在一起的 这个是餐厅 然后餐厅走过来有一个pantry 一个中文的咱们叫备餐区 也是可以放很多的这一个 一些厨房用品在这个close里面 好这边是厨房了 厨房 这是业主入住以后也是重新全部 重新订做的一系列的橱柜 白色的橱柜啊 然后这个挖子的countertop和bass splash 还有黑色的导台这个黑白配啊 加上这个金色的灯具 这个导台也是非常大 因为这是一个50尺的这个model 然后呢开发商是conservatory group 总共家里面的使用面积呢 是达到6000多尺6500多尺 好大家看一看这个是整个房子的比较亮点了 是一个大概20尺的挑空的大厅吧 而且大厅上面都做了这个墙线 然后上面呢也做了这个waffle ceiling和cove light 直通到顶的非常大气的一个厅啊 这个后院 这个有6个窗户对着后院后院呢 它是对着这个小学的 这边回过头来呢 这是一个早餐厅 就在这个厨房的边上 这个是后院 后院的这个左边呢 是一所小学 Viela Desmond 小学 然后它的右边呢 是一个足球场 然后小孩玩耍的地方 环境非常好 在家庭厅的后面呢 还有一个这个office 或者我们叫做library啊 对 这是基本上50尺的model 都是有必备的 这里是一个非常大气的旋转楼梯 业主在这个楼梯呢 上面也做了这个夜灯 咱们上去看一看二楼吧 对二楼上来以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一只旋转楼梯 一四道通向三楼的 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吊灯 然后在二楼这里呢 还有一个小的露台 可以看到咱们这个调高 20多尺的一个家庭厅 二楼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主人房吧 这个主人房双开的一进来 就是他的这个衣橱啊 他们已经把这个衣橱做好了 所有的organizer 所以说非常漂亮 上面还有一个吊灯 也是非常漂亮的 好 这是主人房 从主人房背后看过去呢 就是小学的操场 那边是公园 不行方方正正 空间比较实用 我们再看一看主人房的洗手间 这个配置是也是比较豪华的吧 对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淋浴啊 然后Vittoria Albert的这个独立式浴缸 然后这个墙呢做了Asonwall 还放了电视机和壁炉 这个二楼呢 这个二楼呢 它是总共有四个睡房呢 这是其中一个 然后它是跟另外一个房间 共用这个洗手间 这个里面它是有马桶和淋浴的 淋浴在门的后面 这是两个double sink 这是另外一个共用洗手间的卧室 他们窗户已经做了这个California Shutter 这里是二楼的洗衣房 嗯 二楼的第四间卧室 也是有一个walking closet 这边它是一个独立的套房 所以它自己的洗手间 这种房子适合这种大家庭啊 比如说家里有老人呢 那就可以使用这一边这一个套件 现在和大家去看一看loft 这个loft呢也是9尺 刚刚咱们看到的一楼是10尺的挑高 二楼9尺 三楼也是9尺 一上来呢 这是一个公共的空间啊 这里可以作为办公 疫情居家期间呢 家里小孩子上学啊 然后双职工的家庭在家里上班 需要很多的这种独立的空间 啊 这里有一个还有一个阳台呢 阳台的风景非常好 就让它阳台上出去看到 这个球场 还有这个小区 小区呢是这个 从2014年开始销售的 Upperwest side 非常受找的华人喜欢到第二期呢 很多业主90%都是华人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还有一个空调系统 所以全家的这个取暖呢和这个空调都是有两套的 因为房子比较大吧 好 从这个地方啊 过来呢是一个洗手间 可以从这个公共空间进入 也可以从那个卧室进入 它是有淋浴的 这是一个卧室 如果大家不常用的话 这个卧室呢可以作为一个客房 平时有朋友或者亲戚来探访的话 就住在这个相对独立的一个空间里 这个楼梯是通向地下室的 地下室也完成了 楼顶也有九尺高 大家可以看到全部都是开阔的空间 可以给小朋友玩啊 或者是 作为其他的一些朋友聚会 晚上看电视喝喝酒的地方也是非常不错的 它还有一个洗手间和淋浴 看完这个房子以后 大家一定会差异 什么样的人会租那么大的房子 以及每个月花费大概五六千块钱的月租呢 其实租这种房子呢 一般都是这个本地人 而且他们主要的这个资金呢 都是投入在自己的这个商业里面 而不是放在房子里面 所以说像他们有的是这种音乐人啊 有的是这种公司的老板啊 还有这个建筑商一些这种这个租客 其实他们的整个这个quality啊 各方面都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说三轮会为几个业主呢 在这个小区里面也出租了房子 价格都相当不错 最近的租房市场非常火爆 不管租金呢 是两千多块钱呢 还是八千多块钱 基本上也就是一个多礼拜 咱们就收到offer 就已经找到合适的租客了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物业需要出租 或者是销售的 也欢迎联系Simon Simon很乐意在这里为大家服务 谢谢收看今天的视频 下次我们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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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